尽心尽力去学习 在哪里学习 生活当中学习 工作里面学习 厨师带人接物 统统是学习 无论是顺经逆经 一定要学善才同词 无识善才 什么境界可以接近 可以接触 问题就是你要会 我在境界里面学习 这就是修习 真修习 学不知处 不分别 不起心 不统认 真意修 没有一事 大用无方 今次往生发门 那学同聚会 二生同聚敬 得胜极乐 极端生死 故名 横出三界 这净土 妙妙者世界 你看我们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同居图 前面说的很清楚 西方极乐世界 同居图是净土 我们这个地方 同居图是绘土 都是同居 里面真的有不同 这是什么 什么原因 教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的教育 本成功 那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牟陀佛 的教育 没办成功 是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不出在佛 经教理常识 佛佛道统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不同在众生根性 不相同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去的人 真的是 如同经典里面所说的 多善根 多福德 多姻缘 那是 无量 这种感觉 敏感 你没有 动念头 去求他 他自己就来了 因为你 因为你 语言成熟了 佛来一帮助你 你就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哪个平位 也是自己 干的 不是阿弥陀佛 跟你安排的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所以 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就知道 应该怎么 修法 我 我到极乐世界 提升自己的 平位 学阿罗汉的 不知足 学菩萨的 不分别 尽心尽力 去学习 这哪里学习 生活当中 学习 工作里面 学习 厨师 带人 接物 统统是 学习 无论是 顺尽 逆尽 一定要学善才 同词 无论善才 什么境界 可以接近 可以接触 问题 就是你要会 会 我在境界里面 学历 这就是修学 真修行 学不知足 不分别 不起心 不统论 真修 没有一事 大用无方 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 就断生死 这六大轮回 生死就没有了 这是 同居 净土的书生 所以叫横出三截 阿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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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